迫降夫妻玄冰孙艺珍 此月出发美国度蜜月 正当全网都在关注他们到哪留下了爱的足迹的同时 最后一名男星自爆有点小小失落 国民歌手卓在薰景日就在节目中透露 日前他为了探望女儿飞往美国 恰巧跟玄冰孙艺珍同班飞机出发 暴笑的是整路上没有半个人认出他来 就连回国时碰上防弹少年团 也依旧没人发现他身在其中 他超级失落表示我甚至连帽子都没戴 至少伪装相当完美 这是一趟很完美的行程 没被认出来就算了 他的好友李尚敏跟加码爆料 在过海关时 玄冰和孙艺珍没有阻碍地顺利通过 原本想紧跟脚步的卓在薰 却被阻拦问话来美国的目的 对方还要求他拿出女儿的照片佐证 一样都是明星却有如此差别的待遇 完全是笑翻全场 我认为这个人搬打算 这是聊天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